今年国心兵比北受到航海影响 日前经过专家会刊之后 农委会已经正式公告 国心兵比北列为天然在海现金救助的立区 国心兵公所基本比北的敏感丢比会 除了决定出销今年的敏感外丹 公所也算过 欠党修理比北受在农民定期 申请天然在海现金救助 目前是比北开会结果的事期 不过受到航海影响 第一期到第二期的比北受粉不完全 顺势很严重 今年的日北是非常严重 从正日北到今 刚才今年钓钩就最败 因为那些火就进行寒流一波再一波来 这样都去到 等到那些火没受粉 都打火去 钓钩也都一粒两粒 像扎火一半两半 扎火也都没效 经过农政专家的火烤了后 农委会正式来广告国生乡 比北复合天然在海现金救助 农委会正式广告国生乡的比北 复合天然在海现金救助的条件 所以农经口修理申请在海保障 那我们经过我们农改厂 农粮署还有县政府跟公所 释放会堪的结果 达到我们天然菜救助标准 现金救助的标准 所以说我们在2月15号到2月24号 受理我们受害民众的申请 政府如果我们保障来 我们农民可以检查一些负担 也是不错啦 让我们农民这样 可以度过这个阶段的阶段 每年的三月份 国生乡公所都会基盘比北评感 今年因为北北受害大陆四孙 经过会议讨论 农定出销评感多重 因为我们天气寒冷 还有干旱的关系 造成我们琵琶第一期第二期的花 结果的成果很不理想 结果的程度大概有损失三至四成 那原本我们在每年有举办的琵琶评鉴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今年没有办法办理琵琶评鉴 可是到三月十九路神祭的时候 我们会设摊位 展授我们的琵琶 因为收理定期的时间到二月二是为止 超过的时间从没得来收理 公所请農友要把时间 较不及自己的款页 继续欢迎观察方报导